Cabro Servio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 创造无限可能 Cabro Servio World 标新利益尽在凯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官第四選区立委補算 民進黨人選確定 中交政官議員丹素外参算 另外郭民董一党批官也来兼計参算 中华市發生一件衝殺案 四仗送死男主因为不管有死男主跟买 拿菜都要抬人 想不到桌子去对方穿去 送死男主带向台十三都失望 中华市华山里有四項公共建設等进行 市長府建府成人第二天 台北政王室查工庭进度 他表示将会更加努力建设 幸好中华市 首先我们还关心到这参计的最新消息 中华官第四選区立委 因为这为民国董三中华官邸需要補算 民进党正教到政官議官丹素外来参算 郭民党是正教政中华官邸都批判 但做法在定期最后一天的定期 向官党登康法官参議定期 外表是對酒精淡人貴館長有一定的臨美和實力 向風實力上當 對風在下人館長進展做盡多選團 不過他相信孫民的麥酒是公的會做出政策的選項 我們張華縣有四區的立委選區 也不能說全部都是國民黨拿去了 所以這一席我們也是勢在必得 第三個理由就是說 將來陳書惟能夠當選立委 也可以跟縣政府互相來配合 讓我們能夠在中央也有人為中央縣政府來發聲 議連國共調 董主席蔡英文也對這次報算 很重視已經交代一定要勝算 這次報算竟然是離空16年總統台選前的騷擲 董主席蔡英文將會再度南下中華站台 大戰新聞中夕梁中華 蔡宏博德 另外中華第四三區立委保選定期 董主席蔡英文將會來到中華館選委會定期參選 第四三區立委保選 市政計畫 希望能夠來做一個最好的行銷 這個是依照例行的規定來辦理 國民黨除了特批原定期議員 政典中區的官議員王蕾娜 也在官議會正副議長 跟官論會總幹事 頂人的培凍資格完成定期 王蕾娜之外 國民黨的提名後 很多黨員情不滿 在這裡這麼多出籤 優秀黨員的鼓勵資格決定參選 我們國民黨所推薦的人選 引起到我們基層的黨員的一個反彈 那他們對莉娜說 是不是用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格局 來對國民黨的提名的一個 無言的抗議 所以莉娜呢是毅然決然 就用武黨籍來對於 被動王蕾娜來定期的 官議會議長夏丁林更加支出 王蕾娜參選也讓王蕾娜求總統拿出來 要跟財團勢力做策劃 中華第四三区立委保選 最好都總有四個人完成定期 包括民進黨、檢測館、國民黨、投票館 和武黨的中村南以及王蕾娜 投票日定期立委齊齊 大眾新聞長四人中華 蔡宏博德 另外三三的鄉頂原動選人 所處無別國 做成這鄉頂必須定選 競爭鄉頂的好選人 分別有留菜婚 吳俊河和瓜姚婷來完成定期 他們台方民眾對這三人的討論是真烈烈 代理鄉頂有所為主也表示 會專力來辦好鄉頂的定選 中華官和鄉頂齊已經完成選選人 不過三三的鄉頂的補婚 因為必須基盤中心選期 正宿的好選人分別有劉彩雲 黃俊豪和柯耀廷 再度重演三的人競爭的招臉 民進黨特別今朝柯耀廷注定 希望突破和美区 可以有立正的機會 我的重點就是希望可以讓我們三三鄉 競爭繁榮 社區可以發展要競爭 競爭和華樂 中華部的選區裡面目前的 歷史正正就是我們大和美区最欠款的 所以如果可以動選 我們和美区就是可以歷史正正 希望我們的鄉頂齊 給我們這次的支持 順便台里鄉頂表示 因為是過度勝出 也沒有也以溫定行政團隊 一起辦好鄉頂定選為主要目標 目前台里的勤勤 主要是溫定我們工作 做一些行政工作 和補選的事宜 我們辦好完成 辦好完完 進出山西鄉頂的三位候選人 都有一定的實力 讓這次進黨的敲碗 鄉民蘇貝哈 競爭和市討論真的烈 選舉的結果會如何受到電風 各地的重視 道中華新聞 詹文青山西 蔡鳳報道 前往市立道書館 中心開放離樓的出口 它要不是多了 它要有錢 而且整站樓都是無障礙的空間 找找找找都很方便 讓民眾在這裡看主席更舒適